关注美国财经动态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洲财经速递 首先来了解一个关于提高联邦税的消息 总统拜登正在酝酿近30年来首次大幅提高联邦税收的举措 旨在为接下来的经济刺激项目提供资金 计划中的增税措施包括将公司税从21%提高到28% 提高收入超过4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扩大遗产税 削减对有限责任公司等直通业务的税收优惠 对收入至少为100万元的个人征收更高的资本利得税 税收政策中心对拜登竞选团队的税收计划进行的独立分析发现 该计划将在10年内筹集约2.1万亿元 来关注一个股市方面的消息 根据瑞税银行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即将领取新一轮纾困金的美国民众 可能会把10%的资金拿来投资比特币和股票 资金规模相当于400亿美元左右 相较于股票 领导纾困金者更偏好于比特币 另外 根据德意志银行针对线上用户的调查 发现受访者计划把约37%的纾困金投入股市 资金规模约300亿美元 而美国银行的分析师也预期 随着新一轮纾困金的发放 股市交易量将上升 而部分新投入的散户 未来也将持续进入股市 下面来看一下关于EDD的最新消息 报税季到来 民众若在过去一年中领取了失业救济金 则需要缴税 加州就业发展局EDD近日以中文和多种语言 公布了1099G税表信息 提醒民众报税 这份税表是EDD向纳税人出具的 应纳税总收入记录 包括加州失业救济金 盖新家庭价等 表格会上报到国税局 然而失业金诈骗活动猖獗 如果民众还没有收到失业救济金 但已经收到了1099G表格 则意味着遭遇诈骗 可能被诈骗犯盗用了姓名地址 或是社安号码 递交了非法申请 来关注一个商务部的消息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个月全美零售销售额下滑3% 远超经济学家预计的0.5%的下滑幅度 具体来看 核心零售销售额在2月下滑了3.5% 该数据在此前一个月曾一度飙升6% 而数据的下滑与极寒天气上个月席卷 南部各州有关 另外也显示出上一轮600元纾困金发挥的刺激作用 正在消退 不过分析预计2月消费的下滑将是一个短暂现象 总统拜登上周签署生效的1.9万亿纾困案提供的 直接发钱和额外的联邦失业补贴 将进一步拉动消费 下面关注一个股市的消息 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当前水平 并且保持每月1200亿的债券回购操作 与此同时联储上调了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 这一消息刺激了经济重开股的上涨 道指于3月17日跳涨 最终收涨190点 历史首度收于33000点以上 同时联储对通胀的预期也随着经济复苏而攀升 长期通胀预计将维持在2% 近几周市场有呼声 要求联储对上升的美债收益率采取行动 其中包括调整联储对美债的回购操作 以平衡长期美债收益 但联储的决议没有透露出相关行动的信号 来关注一个Uber公司的消息 英国最高法院数周前针对零工经济相关规定 做出裁决后 美国轿车服务巨头Uber今天表示 已经同意将英国驾驶列为公司雇员 将提供最低薪资 有薪假及退休金保障等福利 Uber在声明中指出 最低薪资只是收入保障的下限取决于工作的时长 该公司在英国目前有7万多名驾驶者 这只Uber在全球面临多起诉讼后 首度做出重大商业模式变革 该公司在加州以及世界各地 曾多次主张与他们合作的驾驶者属于自顾者 下面来看一个有关亚马逊的消息 根据富国银行的数据 电商巨头亚马逊的服饰销售额 超越了零售巨头沃尔玛 也把Gap Target等甩在身后 位列全美第一 此前亚马逊平台上销售的服饰 以基础款运动款为主 但近年来一直扩充新品牌 还在去年秋天上线了奢侈品时尚板块 分析师建议 亚马逊要想在疫情后 还继续保持在服饰类别的销售规模 应着力于继续邀请新的品牌加入平台 不可否认的是 疫情巩固了亚马逊的电商龙头地位 更多消费者也开始尝试一些以前没有使用过的服务 比如利用亚马逊购买生鲜杂货 最后来关注一个苹果公司的消息 苹果公司的iPad在去年年中销售旺季的营收达到了84亿美元 创2014年来最高 反映疫情期间居家办公与学习的需求带动销售激增 消息人士透露 苹果公司计划最快4月发表新款iPad 为受惠于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学习的平板电脑系列 再添新内容 彭博资讯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苹果推出新款iPad Pro 配备性能极佳的处理器和升级相机 苹果发言人不愿对上述消息置评 该公司尚未宣布今年的首个产品发布活动 因此计划可能有所改变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